继续我们带您看的这一位主角呢 他来自于马来西亚 17岁的时候创作音乐 22岁大学毕业 迫不及待的就到台湾来发片 而那个时候他才发现 原来人生不是都照着自己计划走的 因为后来公司解散了 他的路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而这时候呢 他听到鼓励的声音 有人提醒他说 珍惜自己所有的才能 那他是什么呢 就是音乐创作 于是他开始认真重新开始 创造了不少的流行金曲 他也真的明白 原来就是不要看没有的错过的 而是要看自己所拥有的是什么 于是他想清楚 音乐创作就是他有的 他也要继续传递 包括传递给台湾偏向的孩子 来文翰 come on 回家一起来 是自己填词铺去自己学校的转属歌曲 大度国小同学们唱起来超有劲 陈维泉从三月开始率领团队走访偏向 让小朋友体验创作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从赢得比赛到无比开心 他经历过好一段曲折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想运动的人 我大概半年前我的体重是86公斤 超胖的 有一天我带孩子出去玩水 然后我老婆就在旁边拍照 然后我一看到那个照片 我说那是谁啊 我说怎么一个胖子坐在我儿子旁边 原来那是我 现在的陈维泉跟半年前比瘦11公斤了 他说要谢谢粉丝朋友们多促自己每天运动 不然小时候他是个三分钟热度的孩子 当初能自学吉他学到在音乐比赛得奖 家人朋友都意外 我那时候得到第一名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 我先打给我的好朋友 我说 我公布了成绩 他说怎么样怎么样 应该没有得到吧 我说第一名他说 哎呀你不要玩了 你不要闹了 怎么可能 你这种样子会得第一名 我说真的是第一名 然后隔一天报纸就出来 他们全部都杀意 那可是全马来西亚第一名 不少殖民歌手也就从那个比赛出道 陈维泉说 所以自己从17岁得冠军那年就盼着 直到22岁大学毕业 终于等到有公司找他来台湾发片 然后文汉 我们进去里面预备一下 今天陈维泉的录音间 要带着几位年轻音乐人一起锻炼 原来作曲作词也能像练肌肉练肺活量那样练起来 其中好几个大孩子也从马来西亚来 其实是蛮吓到的 就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微群歌一起合作 对对对 其实微群歌在我们马来西亚 已经写了很多很有名的一些创作 那么我们以前都二说能想的歌 就从小听我的歌长大 那也类似可以用这种概念在讲 而唱歌甚至创作也能像听歌那样 不分年龄自然而然 陈维泉是这么认为的 他还甄选了几位年轻音乐人 一起去偏乡带小朋友作词作曲 然后我那个时候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抱持的心态是 我觉得 来看看我们怎么做不到 就是我是抱持着一种去 让他们尝试新的不同的东西的一种服务的态度 只是每个新的尝试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 就像陈维泉出到台湾时 本来以为要风光发片了 公司却突然宣告解散 我来这里的时候是马来西亚所有媒体都知道 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发到片 就是会觉得那我怎么办 我进退两难 我回马来西亚也不是 然后留在这里又不知道怎么办 还好有牧师让他住进教会宿舍 给他很用力的鼓励 于是他持续创作 投稿到各家唱片公司 被打枪没关系 要改要修他都行 有冠军实力不必有冠军神段 我知道了 我是爱着你 那个好人爱了你 却只能一生没关系 你别管我有多心疼 是用这个和谐的 重点是我要活出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那个样子 我努力地让别人知道 陈维泉是一个很能够创作的人 等到真的发片是四年以后了 而那四年 陈维泉也不只是等 我觉得如果是以这个速度 我们是用这个和弦 但是我们要写不一样的东西 来 严陈维泉 蔡依林 神木宇童 好几首流行军曲 或者是他在那段时间写出来 或者是他原本要用在自己专辑的 转眼觉得被听到更重要 然后最特别是 有一首歌是唱片公司那首 并没有很看好的一首歌 但是那首歌是他们说 反正专辑前面的三首主打歌 他们挑好了 那后面的歌就为全力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有一首歌是我 那时候他们教给我制作的 就是我写给叮当的《我爱他》 现在这首歌在YouTube上 累积观看超过2200万次 我那时候就开始明白一件事 你写了歌 你不要去想说 这首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跟你所想象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就持续地创作 持续地写 你会不会有点难过 你两个句子都被拒绝掉了 不会 我有被拿出来挑选 至少你是第二名 可以 没有你在创作里面 就要克服这种被刷掉的感觉 我们人生常常要被刷掉 好不好 来我们听听看第一句跟第二句听 结合在一起会什么样子 有些时候很苦哈哈 就是你要给人家的感觉 是你很开心的做音乐 可是你直到口袋里面空空 但是我觉得那一个过程反而是 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怀念 很怀念是因为 呃 你就是为一个事情就是你希望能够 创作能够被用嘛 你就一直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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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到那个样子 然后身边的朋友们就陪你一起去完成这个梦想 我们上车 圆木的路上陪伴的人越来越多 11年前发片那年 陈维权成为台湾女婿 几个月前 他还升格为三宝宝 有趣的是被问到照顾三个孩子不容易吧 陈维权说 他其实希望生六个呢 三年前一场大病 让他更珍惜生命的每个时刻 总之那段时间他肝指数飙高 每天定时发烧前后一个多远 我隔壁病床的 有人就是已经离开了 然后又不同人进来又离开这样子 所以你会想 你会思考说很多生命的课题 那我说那如果好了之后 我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回到音乐 回到创作 然后回到怎么让这个音乐 这个领域能够持续地传承下去 是我最想做的 要当传承的人 要陪伴别人圆梦 采访那天也是成为 全网络节目开录的日子 希望为大家介绍 在台湾各领域 有成绩的马来西亚同胞 就像当年苦哈哈时 有教会有朋友陪着他 跟几个好朋友 那时候阿庆 FIR的阿庆 它我们就类似在 我刚才露营室这样子的空间 我们就好几个创作人就坐在那里 就把自己的创作 然后跟别人分享 回想起来 偏向创作营的种子 也就在那时 十多年前就种下来了 很多很多厉害的创作人 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激荡出来了 那除了我们这一群人 那下一代呢 我就会想说 哦 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做 我很想把过去的 我们得到的这些 放在现在的孩子的身上 孩子包括平衡小朋友 也包括这些年轻音乐人 这是选RE咯 然后音符组合成乐剧 然后到副歌 OK 这个副歌就完成了 也是小朋友对的旋律 旋律不必复杂 但把同学们的校园关键词填进去 就不同了 太鸭筑 那声唱 也知乎多漂亮 那天歌手黄美珍也在学校呢 之后回录音间再编曲认识一下 所以我们其他们除了唱前面的副歌 跟着一起唱 对 大概是这样 当机了 因为太多鬼了 OK OK 好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 因为还蛮开心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团队去这个偏乡 是教他们完成一首歌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歌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 看得出来吗 采访那天陈维权其实有点沮丧 因为那两天疫情突然升高 后续行程不得不取消 不过 却也因为学校要改采线上教学 同学们获得网络设备 活动因此有了另一番在线上激荡出的趣味 人生的得失真的藏在预料以外 我们以为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 可是因为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反而是点燃我们 而那股热爱 未来也不必局限在音乐上 陈维权说重要的是记住这个时刻 那种我也可以的自信心 而他可以的就是把这股热情与信心 带到更多地方 分享给更多人 年轻人可能会失败 但记住你有的是什么 拼命发挥就是了